近日,梅根一身白色鹿肩套装出席世界心理健康日的相关活动,虽是裤装却想有一唤醒大众的记忆,想当初他也是身穿纯白衣字兼婚纱嫁入英国王室的。 梅根在举手投足间无不想证明他端庄大气的一面,然而却事与愿蕾,因为他甚至连孩子都不愿放过,尤其对夏洛特公主充满了敌意。 大家好,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,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,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。 我们接着往下看,记得梅根曾指责三岁的夏洛特公主在她的婚礼上表现得太糟糕了,小孩子站累了抬一下脚而已,根本没有一个公主应有的样子。 夏洛特公主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,就备受瞩目,她的双眼蓝得如同湛蓝的海洋,让人位置倾倒。 英国媒体甚至亲切地称她为小女王,因为她和小时候的女王有太多相似之处。 这一称谓并不是毫无根据的,而是源自于她成熟和稳重的举止,与她祖母戴安娜王妃的影响逆不可分。 夏洛特公主的气质和仪态令人印象深刻,她不仅继承了王室的优良基因。 还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。 夏洛特公主出生于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,她在数字化社交媒体的时代长大,媒体的关注和社会的压力都与以前不同。 如今,一组夏洛特成人的样子封你社交网络,得到大众的喜爱与支持。 然而,梅登的十二个闺蜜发话,表示夏洛特公主也变得普通了。 梅登也曾声称她的女儿莉莉贝特向戴安娜王妃,遗传了祖母的优良基因,而夏洛特公主的蓝童正逐渐消失,变得越来越普通。 首先,我们要明白梅登闺蜜的言论并不代表夏洛特公主争得普通了。 梅登无疑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,她的一言一行常常受到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。 然而,将两位孩子,莉莉贝特和夏洛特,拿来进行比较是不公平的。 她们都还很年轻,有着自己的个性和特点,无法仅仅依靠外表和遗传基因来判断她们的价值。 夏洛特公主作为第三位排位继承英国王位的成员,承受着极大的压力。 她不仅要背负王室的荣耀,还要应对媒体的持续关注。 然而,她的成长却展现出了她与生俱来的坚强和优雅。 从小学龄到青春期,夏洛特公主一直都是媒体的焦点,但她从未失去自己的个性。 这种坚韧和自信是她超越的原因之一。 当然,夏洛特公主也继承了她祖母戴安娜王妃的优良基因。 戴安娜王妃是一位备受喜爱的王室成员,她的美丽和善良备受赞誉。 夏洛特公主在外貌上与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,特别是那双深邃的蓝色眼睛。 这种遗传因素不仅是夏洛特公主的优势,也是她在王室中展露头角的原因之一。 然而,要理解夏洛特公主的价值,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外貌和遗传基因上。 她的成长历程以及她展现出的坚韧,自信和优雅才是她真正的亮点。 夏洛特公主已经展现出了她有望成为一位杰出的王室成员的潜力,而她的未来仍然充满期待。 相比之下,玛格丽特公主也是英国王室历史上备受瞩目的公主之一。 她是女王的妹妹,尽管个子不高,但她散发出的沉稳大气和自信令人难以忽视。 她的美丽和个性使她成为王室的一颗璀璨灵珠。 然而,和夏洛特公主相比,玛格丽特公主的童年和成长经历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。 要想超越前辈,夏洛特公主需要在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时代中展露头角。 她需要不仅仅凭借外貌和遗传因素,还要展现出自己的智慧和领导才能。 她已经展现出了她有望成为一位杰出的王室成员的特质,但她的真正考验还在未来。 梅根始终想把自己抬高,丽丽贝特也只是孩子,夏洛特也是,所以不要拿孩子做比较。 让人最可笑是,前几天,阿尔哈和哥儿姐招摇过市的车队其实离会场只有五分钟距离。 但是这对注定挨骂的现眼包还是指挥车队行驶了一个街区,在路人侧目中洋洋得意地开进了会议中心。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去农村吃酒席,邻邻新郎新娘家门挨门,却偏偏租了酒辆车, 接上新娘浩浩荡荡去县城里转了一圈下回来,即使后来新娘子晕车吐得一塌糊涂。 没想到几十年过去,这乡下人炫富的陋席居然在大洋彼岸的公爵夫人身上重演, 不由地让人感慨这世界真是奇妙,虽然相隔遥远,种族各异,但是穷人的底层思维却天下大同, 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。 公爵两口子当然被环保人士骂了个狗血淋头, 在众人的指责声中,哈里和梅根的纽约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 这也是这公母俩每次出行之后的必备节目, 不被众人吐槽恶评,哥姐的人生就不完美。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,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出访法国是被誉为加冕以来最重要的时刻, 也是查尔斯国王最荣光的时刻。 尽管查尔斯三世的此次出访赢得了各方的好评, 但是这成功的背后也隐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在下飞机的时候,卡米拉左手紧紧地抓住贤踢的扶手, 右手则握住帽子,在小心翼翼地走下贤踢的同时, 她还得兼顾时不时被大风吹起的裙摆。 快她几步的查尔斯三世站在贤踢下面, 看见久久喂下来的卡米拉嘴里在嘟囔着什么, 似乎在抱怨卡米拉排山的动作。 有王室观察家看到在查尔斯三世在与马克龙夫妇会面之前, 这对夫妇还在车上对话并且神情紧张。 要知道,今年卡米拉已经76岁了, 她甚至比查尔斯三世还要大上一岁。 对于王后这一职位来说,卡米拉可能真的是力不从心了。 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,其实卡米拉患有飞机恐惧症。 据英国快报报道,卡米拉一直在寻找解决飞机恐惧症的办法, 因为她的职责让她无法避免飞行。 在无法克服恐惧的时候,她只能选择放弃长途飞行, 因而查尔斯三世只能独自一个人履行王室公务。 在登基之后,查尔斯三世的压力愈发加重, 毕竟一国之君和一国之楚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。 根据王室观察家的说法,查尔斯三世一直都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人, 她脾气暴躁,过于敏感。 以前她还能容忍卡米拉的小毛病, 现在就连卡米拉也在所难免。 成为国王和王后之后,这两个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 有王室专家观察到现在的卡米拉已经笑容见识, 她变得不爱笑了。 再加上卡米拉身体本来就是欠安的状态, 随着年龄的增大, 她身体的毛病更是与日益严重。 在法国访问期间, 当布利吉特看到卡米拉面对楼梯小心翼翼的样子, 不忍心的布利吉特向卡米拉伸出了援助之手。 后来卡米拉回到英国之后, 就有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, 卡米拉王后惧怕未来的访问活动, 因为她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2019年的时候, 卡米拉因肺部感染缺席王室多场活动, 英国快报还声称公众对卡米拉的担忧是合理的, 毕竟肺部感染会危及生命。 让卡米拉无法忽略的是, 他们家还有骨骼疏松症遗传使, 她的外婆和母亲都深受折磨, 这让她惶恐不安。 今年4月份的时候, 她就向民众透露自己已经不能骑马了, 因为年纪太大了。 尽管伊丽莎白二世90多岁依然可以轻松骑马, 但是女王的基因只留给了查尔斯三世, 而非卡米拉。 对于妻子的期望, 查尔斯三世在登基后不久就表示, 她相信卡米拉会以坚定信念来承担起新角色, 这也正是她可以让人依靠的原因。 不过, 现在的卡米拉可能让她大失所望了。 至今为止, 卡米拉依旧是不受英国民众欢迎的人。 根据UGOT民意调查发现, 48%的人对卡米拉持有正面看法, 39%的人并不喜欢她们的王后, 显然她依旧是王室中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。 为了能让自己的人生有所建树, 为了成为人见人爱的国王和王后她们不得不做出更多的努力, 尤其是卡米拉。 然而, 现实却让她们大失所望。 在这样的年纪, 在长久战里都非常吃力的情况之下, 更别让她精神绝朔地应付王室的各类活动。 尽管此次的出访非常的成功, 不过, 她们的背后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, 让她们无法忽略的是, 她们都是已经年过古稀的老人。 不过, 作为国王和王后的她们却是无可替代的角色, 满满当当的日程安排又无法让她们慢下脚步。 与刚登基时, 微风凛凛的卡米拉相比, 现在的卡米拉在岁月的蚕食下逐渐丧失勇往直前的拼近, 她也早已不是往日那个豪情烂仗的卡米拉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 我们一起探讨,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,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